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ViuTV的2025節目巡禮 這個ViuTV一年一度的展望 新一年的節目巡禮昨晚在會展舉行 MIRROR的成員齊人唱Live 也在現場唱出他們的新團歌Hung You Down 並且各個成員都會介紹他們會主演的新劇 好像阿姜會和代表哥 連同193和樂振偉和Yoyo等等 一起主演改編至韓劇無用的謊言的劇集 阿姜會在這套劇中飾演天才作曲家文祖和 經常都戴著口罩示人 他就說都跟我平時好似 Stanley就飾演李文康自然就是悲劇人物 Stanley也在他圍訪的時候也說過 他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永遠做悲劇人物 被Yoyo拒絕 然後他就會投向阿姜的懷抱 看著他們衣服就很不開心 但是永遠阿姜就不會去保護他 由他默默地去保護Yoyo 記者就問到姜日前出席了走過 原來發現他去看別人的表演 就是這個中年好聲音 姜濤就說當時他自己都不知道 只不過路過見到別人唱歌 就停下去看 事後才知道原來被人拍了 而不是被人發現了才急急地走 至於Alton就會做社速再培訓先導計劃 第一次就做男主角 講述六個員工被派到一間小學的四年級 接受再培訓 以這個超齡小學生的角色就出現 除了Alton之外也有麥佩東 唐浩然 楊雅文和羅韻之等等 Alton就說多謝公司給我這個歷史任務 他的角色名叫余輝 是創科界熱血打工仔 被派重讀小學 他就說要讀小學 要穿著小學的校服之外 還要交功課 準時上學 還要分組 說笑地說六個大人加六個小朋友 戲裡戲外都非常混亂 至於Edan就負責飾演 有謝君豪就第一次任監製的光明大壓 柯偉林就會做堅叔謝君豪的年輕版 同劇還有練美娟 廖子瑜 何啟華等等 除此之外 Edan也透露 原來膠戰即將會開拍第四季 記者就問到他 Edan就說 我也是早幾天才知道有這件事 暫時就未知開拍的日期 記者就問他 在香港還是海外去拍 他說暫時就估計 應該在香港拍劇 即是Edan在新的一年都會非常忙碌 記者當然也問他感情問題 他就學阿Jer的答案 就說感情問題都不說 希望大家給點空間 Edan 另外另一套劇 就叫做馬甩媽咪 Tiger就飾演癡心情長劍 追阿餃 也有皮皮 和他一起主演的劇集 就是一套奇幻溫情的喜劇 有皮皮 又有Tiger 也有Cola的阿皎 陳子豐等等 當然 昨天這個巡禮 也是皮皮自爆戀情之後 第一次首度公開場合現身 記者當然就問他心情如何 他就說心情沒有問題 很好 又問他是不是已經有心理準備 他就說要有心理準備表演新團歌 第一次表演新團歌 有點緊張 但是記者也問過他 現在的戀情是怎樣 他就說不說 不過的確就說自己 絕對是經一事掌一致 人生有很多經歷 做作更好的人 尤其是我也想做一個演員 更加需要有這些經歷 亦都被問到 經常在這段期間 要一些兄弟出來 回應他的近況 皮皮都說 好多謝兄弟 都不好意思 多謝你們的包容 每次去公開場合 都跟我說好說話 多謝你們支持我 幸好有這班兄弟在這裏 感情的狀況 他就說 這個我已經不再敢回應了 記者也問到他 是否後悔當日公開應愛 皮皮就說 我覺得講了的就是講了 現在更加focus工作 並且自爆即將開拍IT92 皮皮也多謝皮寶寶一直以來的支持 沒有間斷的事外成為皮皮的避風港 Fanky也說 好多謝他們一直以來 對我們 對我的支持 會繼續努力 做好自己 還有多些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我非常之期待 IT9第二季 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新的火花給我們看 因為第一季實在太出色太成功了 很期待文哥和皮皮再度在IT9的演出 至於Ian也被問到 這個Tears會不會有這個Part2 大家都很期待 他就說一直都在聊天 即是和莊少榮監製 他說有在聊天 希望接下來有好消息給大家 就很感謝 記者也說有沒有恭喜AK拿獎 他就說有 但是沒有打算請AK吃飯 當然他們是好兄弟 就不用做這些表面功夫 但是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 Tears這個Part1 這個演唱會不會做得這麼成功 當然一班粉絲 尤其是這班Hallos 更加期待會不會有這個Part2的出現 如果有的話都希望盡快公佈 到時相信也會有一番搶飛的熱潮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MIRROR的團中 他們一班鏡仔都透露 原來在節目出現這一天 即是節目巡邏的第二天 今天就已經正式開工拍攝 據稱圍繞十二子的廚藝 可能是說他們十二子在團中的時候 煮食 今次的主題就是 記者就問到最擔心是哪個廚藝 大家就一起向著阿Lo Anson Lo問為何會擔心我呢 Tiger就說我擔心自己多些 因為我們要試吃 阿Lo最怕是魚 也曾經試過煎冬瓜 不知道在這個生團中的時候 阿Lo會不會再大展他的廚藝 他就說自己現在已經是廚藝了得 準備了很多菜式 即是又爆了一個回運夜那一句 是否是士汁精橙等等 大家就密切期待 Anson Lo說自己的廚藝 現在就有進步到 阿Lo的天敵就是魚 但是Stanley和Alton 都是怕田雞 Alton就表示 我都是繼續不喜歡的 沒有驚喜給大家 我相信都是說笑而已 製造一下話題 給大家了解多些 最重要的就是一年一度的MIRROR團中 去年去澳洲大家就看得上心悅目了 這次這個團中 不知道是不是繼續在香港還是海外 沒有人知道 不過最重要的話 都是他們12位鏡仔走在一起 見大家 大家看到他們的互動就最開心 到底拍什麼在哪裡拍其實都不重要 最緊要就是他們現在都這麼忙碌的一班鏡仔 能夠走在一起拍團中 相信一班鏡粉 這件事才是最開心的 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聽到昨晚這個 就是2025的ViuTV的節目巡禮 你又最期待哪一套劇 哪一個團中或者什麼的演出 歡迎留言講下你的看法 今集跟大家講這個 ViuTV的節目巡禮 MIRROR演出的部分 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